我們都很期待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們配到一些狀況 反映給中央 中央也能夠聽進去地方的聲音 因為黃毅嘛 一件上架沒有漏差 但在前面把疫情步驟 還是以最重要的方向 對資訊上有一些漏差的過程當中 希望中央能夠多多體驗 多多控制的提供的地方 遇完好好的遺憾 我其實每次做完疫調 它會通報中央 中央還在探索的時候 這個有沒有造成影響 我覺得這個流程講一看 看怎麼改變 老專家討論一下 把流程再優化就好 不要政治營業專業 市長可以問一下 昨天那個 傳譯旅館分層分流的問題 因為你好像是比中央的規定更遠 會需要 希望中央也跟進你的一個做法嗎 請問一下侯市長 目前新北市有沒有一些是分層分流的旅館 會跟進台北市的做法嗎 一般來講 黃毅館分艙分流 就大概是基本常識 不過是這樣 要做到整棟旅館或防疫旅館 要看情況 因為如果比較小的旅館當然 它也不可能分一半 如果那種超大旅館 有時候它變成防疫旅館 原則確立以後 最後還是要有一個教練團去做細部的檢查 應該是這樣 新北市在整個防疫旅館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我們都是採取整個洞都是防疫旅館沒有混激 那不但是整個都是防疫旅館沒有混激 裡面我們採取分艙分流 有更重要用紅黃綠燈動線來做管制 那上禮拜我們最後已經全部檢視完畢 那昨天我又跑去搓草 我們所有的都按照我們所有的紅藍 紅黃綠燈以及我們分散溫油 而且完全的等級來落實管理 從以前第一個時間到現在都沒有變過 所以比中央的規定還嚴格很多 因為那現在大家都說防疫的部分 因為中央跟地方的資訊沒有同步 然後再加上如果說像現在有雙標情況出現的話 其實地方政府都會很難去落實防疫的部分 那這邊請教兩位市長怎麼看現在中央雙標的部分 還有沒有資料資料沒有同步 那要找人人都叫我先嗎 然後 你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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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 我再兩天講 好 這樣 這樣來看一件事啦 其實我們防疫從頭到尾 我都希望中央跟地方是要做緊密集合的 因為地方在定一個政策 其實執行的還是在 地旁邊 中央定一個政策 地方是要負責的執行 如果在很多的疫調的執行上 能夠更快速的給地方來做掌握 那地方可以在第一個時間 安定民心 更重要的把後續的散播工作快速地做好 因為這是一個危機 所以我們都很期待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們碰到一些狀況 反映給中央 中央也能夠聽進去地方的聲音 因為防疫嘛 畢竟上下沒有漏差 但在前面把疫情補助 才是滿最重要的方向 所以資訊上有一些漏差的過程當中 希望中央能夠多多體量 多多快速地提供給地方 地方好好努力做事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到現在臺灣的防疫還算成功 所以就是把活動圖一圖 這個因為我們現在好像 是按照戶籍所在地的機關當主要的疫調單位 這有點問題 像如果戶籍在新北市 他跑來台北活動 可是新北市做完疫調 他會通報中央 那中央還在判斷後 這個有沒有造成影響 有時候通知有時候不通知 通知台北市 我覺得這個流程講一看 看怎麼改變 我也沒有 我大學是這樣啦 找專家討論一下 把流程再優化就好了 你之前弄過的規劃 就是演電腦情勢 當時有單位都在推來 包括地方證明 會不會擔心說 之後如果類似的狀況 發生在第二線線當中 會不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這時候為什麼會有一個叫中央指揮通訊 其實我倒覺得是這樣 這過程當中一定會遇到問題 遇到問題就討論 只是說有一點 就是我昨天講 不要政治添加專業 我相信只要你的政策 給那些顧問專家看過 大家同意的才值得 所以我在講嘛 我就昨天定他說 你那個防空人員那個 防疫的規則 從一開始是14天 後來變7加7、後來變5加9、後來變3加11 我就不相信這個有專家 我不相信偶閒那些同事會對這個背書 如果他背書的話 他一定要有最硬的改善 然後那個要管理 所以還是那一句話 就是說有政策上的決定 但是給那些專家check the call 這樣會比較安全 董事長 董事長 我剛才說 就是科長提出的基礎人員 在排這個防疫的首位 但是現在在歐洲的一號 就是這個國際的交換 你怎麼排地方 首長培育這樣進去 其實我在看 不管是科市長 或是中央所定的方向 我們一直要面對的是 整個防疫的過程當中 要不當然去講什麼辦法 因為危機隨時會發生 你所定的SOP 所定的序列 不可以是一層一面的 今天哪一個地方 突然有高風險 已經染疫很嚴重 而且可以看到那是危機 那就要趕快快速調整 包括施展的順序 包括落洞也要把它補值 其實危機並沒有說 一定固定說 啊今天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沒有要回血 錯話在哪裡 我們要立即處理 發現的問題 趕快面對解決它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實中央在電磁島的事件 我們原則長除了尊重以外 但是如果看到問題出來了 我們就要趕快做好調整 市長 佩潔醫師如果跟說 怕航空公司倒閉 才把檢疫體減為三天 才是不是國際效果才會知道 你怎麼看這個做法 那要改三天也不是不可以的 但是你那個動線 還有那個管制辦法叫做調整 還要把我打疫苗生效調整 所以這樣 一定會遇到問題 也有變通的辦法 但是這種變通的辦法 還是給專家看過一定的 我最擔心的就是 政治領教專業 就是說哪一個立法人來關說 那一轉告都不知道 然後就這樣跌幅都過去 然後再果然出事 出事就大家都比較不認賬 所以你覺得過程是立美來導致嗎 不是啦 我跟你講 我就問幾個問題 發行跟常能用同樣的標準嗎 第二條 發行跟其他航空公司的標準一樣嗎 還有每次在改那個規則當中 有沒有專家背書 問下去大概已經倒了 市長可以這樣講 市長可以這樣講 市長今天這個 這樣子 区長每次都是善意題型 因為区長是比較在乎的就是 很多的規矩在定的過程當中 都聽聽專家學者的意見 尤其專家學者幾乎每天都在開會 也在針對不一樣的危機來採取不同的策略跟方向 那提出來讓大家覺得這個是可以足以讓我們的防疫做得不害 所以我相信柯市長都是很善意的來告訴中央 希望中央面對整個狀況出來的時候 天天專家寫整個意見 大家總和出一個總和性判斷以後 我們就全力以赴 大家用一樣的標準、一樣的方式做嚴格的檢疫 讓我們防疫不要的入洞 因為之前柯市長有講那個埋怡掉的事情 因為市長之前說會檢討 那剛剛兩個人是有談到這件事情嗎? 那我沒有 我不會敢講? 不會啦 講得把你檢討 我每天都來檢討 其實我們跟柯市長有兩個 面對大家外面的一些想法跟他的話 我們都會重重 尤其有時候 別人的批評就像周牧羊一樣 民調有時候批評我們高跟低的時候 你把它當成周牧羊 那周牧羊把我們的壞的地方找出來 我們就把它改進 改進以後我們就共同的往前走 其實我們都抱著同樣的心情 面對別人的批評跟指教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市長還是市長都對你一樣買的 沒有 我們最後一題 我來講 視野視野 來來來 市長你覺得說 現在那個新北已經提高層級了 台北市要不要共同來提高層級 因為共同生活圈 它那個足跡會跑來跑去 你怎麼看? 然後還有那個洪市長會不會希望說 雙北的那個防疫層級能夠一起提高 一起做防疫? 其實我們還是要看中央公佈的標準 因為它還是視訊最多 然後再按照中央的標準 每個地方再去微調 所以大概也不會差太多 因為基本上還是按照中央疫調的結果 但是在不同的地方 它還是會情況不一樣 因為要看你每個地方感染的數量 所以應該先進去 但是也不太會關連這樣 對 所以你心裡是難講 我們都用一個最快的 算是做最好的事 雖然中央也許有公佈一些狀況出來 但是我們要想 萬一下一個狀況更快會在哪裡 我們就要提早抄前途 所以從開始 我們都是 不是只有提升防疫層級 都是由市長親自來指揮 我們每天必須就整個今天的疫情狀況 做好應變 調整部份 那每一個希望能夠落實到第一線去看 去管理 讓每一個防疫的漏洞 能夠把它補起來 尤其這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民眾 市長對防疫心情是有一點比較放鬆的 在這一次應付國變種的病毒株以下 傳播力那麼強 我們最期待的是 把民眾 大家心情比較輕鬆的這一面 把它拉回來 拉回來已經有了防疫 所以政府一定是帶頭在第一線 落實到第一線去看 去要求 我期待民眾大家一起配合 現在又是母親節了 所以我也是希望大家都請你把防疫做好 但是我也相信柯長剛剛講了一段話 我覺得很好 結果每一個地方的防疫狀況 究竟不是那麼一樣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台北跟新北一定有共同的做 把防疫做好 現在給我們來講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現在有問題 你點是 我剛才跟鄭玉彤說 他認為台北市的酒下低 是因為交通變色比較好 他說你不要為江濃寫還一口 欸跟 我應該真的是 趁你們藍格的事情 他有邏輯你覺得懂嗎 你都勸不懂還是 哈哈哈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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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